三名宇航员正在外太空修理空间站 可数以万计的太空陨石 正非速向他们袭来 就在他们即将撤离时 其中黑人女孩的安全扣被丝丝卡住 眼看大波陨石就要砸来 安全扣终于解开 可它还是被强大的余波给冲击开来 其余两名宇航员紧紧贴住太空舱 焦急等待危险的结束 正当众人感到劫后余生的喜悦时 黑人女孩的面罩内 逐渐漂浮起细小的血珠 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身负重伤 听到呼救的队友连忙赶来 一番查看才发现 她的后背被刚才的碎片给狠狠穿透 现在情况危急 宇航服内的氧气正在急剧减少 副手急忙带着医疗包去弃杂支援 随着内外气压的平衡 女孩的头罩被打开 随之而来的是里面喷涌而出的血花 这是几人最不愿见到的景象 这意味着她已经失血过多 无论怎么按住伤口 都无法完全止血 女孩在一次次的哀号中 逐渐没有了呼吸 只剩下队友们无尽的哀伤 他们本是人类太空探索队的成员 在2049年一场神秘的灾难 摧毁了地球上的一切 所有幸存的人类都躲在地下避难 一位老人是唯一的例外 他是一位患有绝症的天文学家 他只能通过服药和血液透血来维持生命 因此他留在了他平时工作的北极天文站 事实上那些逃离的人也活不了多久 这就像一场死亡比赛 残余的人类可能比绝症患者先一步毁灭 除了治疗睡眠和饮食 老人的生活节奏非常缓慢 只是盯着科学仪器 在观察通信仪器时 老人发现人类所有的太空飞机都离线了 没有一艘飞船仍在运行 几十年前当老人还年轻的时候 人类就发现了另一颗木星卫星 并给它起了K-23的名字 数据显示它很可能适应生命的生存 所以人们把飞船送去探索 这艘飞船现在正在探索K-23返航 预计11小时内就能到达地球的通信范围 老人急切地等着他的归来 而K-23也不出众人意料 星球上环境宜人 不仅富含氧气 而且水质也适于人类饮用 地表上还能长满如同麦子的植被 对于人类生存再好不过了 在老人等待的过程中 他突然发现厨房着火了 当扑灭火焰时 他发现这是一个陌生的小女孩造成的 也许她是其他幸存者逃跑时丢失的 女孩很安静从不说一句话 但老人和他相处得很好 转眼间11个小时过去了 老人试图与飞船沟通 但对方没有回应 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天文站信号不够强 对方收不到 他知道北方还有一个气象站 通信条件更好可能会联系上飞船 所以他带着透析一期药物和女孩 踏上了漫长的旅程 一路上天气恶劣 四周甚至还有北极狼司机待发 碰巧他们遇上了一艘坠落的飞机 老人拿着枪 提醒女孩待在原地别动 自己小心翼翼地向内部查看 原本以为里面一无所有 可以转身近还有个浑身伤痕的幸存者 那人在老人耳边嘀咕了几句 随着一声枪响 老人结束了男人的痛苦 到了晚上 他们试图在一艘废弃的方舱里过夜 出乎意料的是 冰在半夜里突然融化 整个方舱都要落入了海底 老人先是将玻璃打碎 将女孩先抱了出去 他拼命想回收雪地摩托车和透西椅 但还是沉入了海底 他不得不和那个女孩一起 徒步前往目的地 而且因为几乎没有了不羁品 老人只能靠药物维持生命 将唯一的食物留给了女孩 但剩下的药物并不多了 休息也只能挖个雪坑睡觉 后来他们又遭遇了一场可怕的北极风暴 他先是在暴风雪中把女孩弄丢了 又以为风暴中有狼群出没 便开枪射击警告 幸运的是太阳照射过来 雾气全部散去 女孩又再次出现了 两人也走到了气象站 他终于通过通信设备与飞船取得了联系 而在太空飞船这边 上面有五个成员 除了队长还有两男两女 他们早就试图联系地球了 但世界上所有的通讯台都沉默了 多亏了他们的严格训练 他们才没有陷入绝境的恐慌 这一天当他们像往常一样放松时 他们突然发现飞船偏离了航向 虽然他们转向后仍然可以回到地球 但他们必须经过一个从未探索过的空域 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深入冒险 老人刚从气象站发来通讯 他们不停地问问题 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为什么其他通讯台失去联系 地球现在情况怎么了 老人正要向他们解释 但飞船上的人却听不见了 事实证明他们刚刚穿过小行星碎片袋 这些碎片疯狂地撞击了宇宙飞船 损坏了许多部件 特别是通信系统 为了修复这些部件 宇航员必须通过太空行走来完成 穿好衣服后 三名队员一起来到飞船外面 原本几人还有说有效的执行任务 看到维修工作逐渐完成 没想到又一波小行星碎片来袭 三名队员忙得靠近飞船 一动也不敢动 这段时间像一个事迹一样漫长 幸运的是碎片总有散尽之时 一切结束后 一个脾气最暴躁的女队员开始破口大骂 没想到她刚说完 竟然发现宇航服里有一滴血液 原来是女队员的背部遭受重击 其他人把她带回飞船试图治疗 但他们摘下头盔 发现大量的血液飘了出来 看来她的伤势太重就不了她了 每个人都悲伤地接受了她的死亡 唯一的安慰是 他们的冒险刚刚成功修复了通信系统 现在他们可以再次联系老人了 此时飞船已经离地球很近了 近到可以看到地球上的云山 队员们发现整个地球没有生命 到处都有可怕的风暴 他们从老人那里得知 整个地球已经被彻底摧毁 它是地表上唯一的人类 其他人已经躲在了地下 但他们的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相比之下 船员们在之前的探索中发现K23星球非常宜居 所以他们更容易回到那里生存 他们可以利用地球引力作为引力弹弓返航 这样燃料就不是问题 极大节约时间成本 但并非每个船员都同意这个计划 一名船员从返回航行开始就想念他的家人 现在他靠近地球 收到了妻子的通讯 说他们的孩子生病了 他们必须撤离到其他地方 生死不确定 这让他更加焦虑 于是他向队长申请离开 飞船上有两个登陆舱 他只使用其中一个不会影响他人 队长明白了他的心情同意了 听了之后 另一个男队员也要跟着回去 因为他早年失去了女儿 如果女儿还活着 应该和之前牺牲的女队员一样大 他以前一直把女队员当女儿看待 今天想把他的尸体带回地球 两人毅然决然地开向了 即将寿终正寝的地球 飞船上只剩下队长和另一名女队员 他们是队夫妇 他们将转向K23寻找新的希望 在离开通讯范围之前 他们特别感谢老人 正是因为他在等待通讯台 他们才能把飞船开到K23 正是因为他提供了有效的信息 另外两个队友才能回到地球 实现自己的愿望 他们还描绘了 他们在K23上看到的美丽场景 木星在旁边仿佛触手可得 老人和女孩看着茫茫北极星空 就像他们在那里的壮丽场景一样 但等到画面一转 小女孩竟然突然消失了 想必电影到这个时候 不少观众已经能够猜出 这个女孩就是老人的女儿 在这部电影闪回的画面中 老人曾经识对工作过于痴迷 导致家庭破裂 妻子带着女儿离开了自己 并隐瞒了父亲的真实身份 这个女孩其实就是留下来的女队员 是老人按照女儿的形象幻想出来的 以弥补对缺失父爱女儿的歉意 和对自己无尽孤独的慰藉 但通话那头老人没有了回应 两名宇航员也得知老人应该已经离开 整个飞船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人 心情十分的复杂 收拾好通讯台剩余的工作 一言不发的就起身离开 整部电影就在这样的沉默中迎来了尾声 到最后一生未见面的父女俩都没能相认 这部电影由乔治·克鲁尼自导自演而成 从网飞那边搞来了一大笔的预算 电影的视觉特效上面绝对算得上是顶尖水准的 通过部分实景的搭建和后期数字合成 再搭配与曼达洛人同款的虚拟制片 使得让摄影团队可以实时监控画面的渲染程度 大大减少后期画面处理的繁琐过程 最终呈现给观众的 就是本片堪称完美的粒子及特效镜头 但这可能是本片唯一值得吹的地方 虽然本片是一部末日灾难题材的科幻片 但情节上最刺激惊险的地方 也只有宇航员们遭遇太空陨石碎片的桥段 剩余的剧情则被老人女孩和船员们的温情时刻给填满 大段大段地对白戏 再搭配偶尔的赏回 让电影既冗长又缺乏清晰的叙事结构 这要电影结尾揭晓的反转 都变得那么刻意且无力 而某伴和IMDB的评分都只是处在及格线边缘 只能说电影的优缺点都十分明显 而另一部由乔治克鲁尼参演的灾难科幻片《低新引力》 同样提名了最佳视觉效果奖 但导演阿芳索卡龙的叙事节奏显然更加娴熟与紧促 相较于这么大的预算和精细画面的商业片来说 只讲了一则老父亲与过去自己和解的故事 如果表层故事足够精彩到也无可厚非 甚至结尾还能赚足观众的眼泪 但情节发展只剩乏闷后 核心主题也如空中楼阁 不值一提了